美国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7月23日裁定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新冠疫情期间 暂停防客驱逐令的行为超出了其职权范围 在裁决中法院驳回了CDC的两项论点 即暂停驱逐令是在其权限之内 或者国会在事后授权这项措施 法官布雷特·卡瓦诺表示 国会需要通过新的立法 以让CDC合法地将禁令推迟至7月31日之后 加州就业发展部EDD在消费者权益倡导者的压力下 将不再冻结现有索赔资格者的个人福利 7月22日EDD表示 他们正在实施及时付款政策 索赔人无需长时间等待就可获得资金 自2020年3月以来 由于疫情期间失业人数过多 该机构一直在努力处理大量申请 该政策将立即执行 但由于EDD操作技术限制 涉及的用户过多 可能正式推出还需要一些时间 这一变化可能会影响数十万人 目前被冻结付款的索赔人 将获得之前错过的所有付款 洛杉矶县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7月22日连续第二天超过2000人 据洛杉矶县公共卫生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6月份在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人群中 有大约1000例确诊病例 占同期确诊病例的20% 未接种疫苗和部分接种疫苗的人 感染的可能性是完全接种疫苗的人的近5倍 6月份在完全接种疫苗的人群中 每10万人中约有27人感染 但在未完全接种的人群中 每10万居民中有125人感染 而未完全接种疫苗的人群的死亡率仍然较高 7月23日 OG健保推出疫情特别开放期 即日起到8月15日为止 只要符合购买OG健保条件 但错过5月15日申购期限的民众 都可到OG健保公开市场选购健保计划 已完成注册 但想要更换保险计划者 也可以在上述期限内申请转换 据悉 透过联邦救援法案 平均每个OG健保的保护 可节省50美元保费 而高达五分之四的民众 可以在OG健保公开市场 找到月费10美元或更便宜的保险计划 从7月开始 如果在2021年任何时间领取过失业金 都可以获得更高的政府补贴保费 部分保险计划月费甚至可能低至1美元 第32届夏季奥运会开幕式 7月23日在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拉开帷幕 虽然没有观众在场见证这届特殊的奥运会 但当烟花在体育场外绽放时 也标志着奥运会时隔57日之后 再次回到了东京 日本网球名将大阪直美点燃本届奥运会的主火锯 而1824架无人机组成的卉卉 科技感十足 第32届夏季奥运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